嗨,大家好,纽约的春天,可谓是三月风,四月雨,五月春暖花盛开啊,今天来到纽约曼哈顿的中央公园踏村,来看一看纽约的人间四月天 现在是上午十二点过,中央公园门口,很多参加亲子活动的朋友们,好,往里面走 哇,门口一位大叔,吉他的弦都断了,还在这里乱弹琴 大叔是自娱自乐啊 也有很多街友,正在这里打瞌睡 大家看前面有一棵越南花树,没有开放已经枯萎了 这些含苞待放的花菇朵怎么会凋谢呢 因为三月底啊,纽约突然冷空气来临 大家看这边也是,很多花菇朵都夭折了,还没有开放,就已经败了 是因为三月底啊,纽约突然降温,最低温度是零下五度到零下六度 所以这些温室的花朵就被大自然给淘汰了 今天马车的声音还不错,天气好嘛 我就今天来中央公园念经了,边走边念经了 去年我拍视频的时候拍过明园邓文迪他的家就在中央公园的对面 就是中央公园那个儿童动物园的对面就可以看到他的家 他的家是在顶楼公园里面的喝咖啡的地方 现在纽约疫情基本上好转了嘛,大家也不用戴口罩了 各种小生意也逐渐恢复了 两个打光瞳瞳的猛男,还在这里跑步 这位大叔在这里吹萨克斯卖艺 公园里面卖画的小滩滩 今天真是春光明媚啊 心情也很好啊 天气好,搞对象的也出来了 这里是纽约警察的一个探照灯吧 终于看到后面有几个美女了 你看石头上也是坐着搞对象的 这是来中央公园遛狗的 看都四月份了,这些树枝还没有吐出心芽 就是因为上周的那一场冷空气 前面坐着一位黑人大哥 是无家可归者 双脚已经溃烂 旁边的黑色塑料袋是剪的一些空瓶子 这个纽约曼哈顿的中央公园 我已经拍过很多次了 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下 纽约中央公园的前世今生 我就边走边说的 可能视频有点晃动 它是纽约市曼哈顿中心的 一座大型的都会公园 今天的人不算很多 这遛狗的,都是有钱人 对面走过来几个美女 中央公园呢,位于纽约曼哈顿上东区和上西区之间 哇,今天的天真是瓦蓝瓦蓝的 造访中央公园的人数啊,在美国居首 每年吸引大概四千万次人次参观 那中央公园因为历史悠久啊,也是很多电影的取景地 路边很多街头艺术家 正在给顾客画肖像 中央公园呢,修建于1857年 哇,这个女的个子好高啊 中央公园呢,它是全年开放 就是在疫情很严重期间啊 中央公园也是开放的 卖冰淇淋,卖热狗的小滩滩 这个花生三块钱一袋 好,继续朝前面甩火腿 啊,很多年轻人在这里踢球 中央公园最早呢,是1857年开放 当时的面积为778英猛 就是315公区 有年轻人的地方呀,看着就是朝气蓬勃 1858年,弗雷德里克 奥姆斯德以草坪计划 赢得扩展公园的设计竞赛 童年开始施工 次年开始部分区域向公众开放 你看248月乱穿衣哈 有的人穿羽绒服 有的人穿了一件单衣 这里有很多小朋友 应该是在搞生日聚会 是在搞生日聚会 买了很多披萨 宽泉水,食物 很多小孩家长 小朋友都很可爱 那中央公园在南北战争时期呢 他就向北扩建 1873年就完工了 前面这栋历史建筑是男女厕所 很多人在门口排队 那中央公园现在的面积是843英猛 就是341公群 前面这有一位华人大叔在拉二福 拉的是一张旧船票 前面这两位是中央公园的旗井 这样巡逻比较环保 旗井是一男一女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好,继续朝鲜走 这边是卖这个俄罗斯套娃的 不用说哈 八九不离十是咱们中国的义乌制造 这里查着乌克兰的国旗 那位店主问旁边两个亚洲人 你们是不是日本人啊 那两位说我们是中国人啊 那个店主说 哎呀,听口音 你们好像日本人啊 这里是做旋转木马的 做一趟是3块5美元 做15趟就优惠是45美元 啊,小朋友们好开心啊 纽约这个春天来的比较晚呢 树子都还刚刚发芽 很多在中央公园慢跑的人们 这条道路呢 就提供给马车 跑步的人 还有骑单车的人们 这种人力火山能呢 就比马车要便宜一点 这个雕像呢 应该是哥伦布 美国人的先贤吧 那哥伦布呢 是1451年出生于意大利的热辣辣 好,继续说 那中央公园在纽约市公园和 娱乐部管理数十年后呢 目前由中央公园保存委员会 与市政府签约 负责管理 那保存委员会呢 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这里有艺术家正在卖画 那在中央公园的 6700万美元的年间预算中呢 提供了75%的金额 中央公园执勤的警车 中央公园的北面呢 为中央公园北街 公园以西称大教堂大道 以东称110街 中央公园的东面呢 为第五大道 南面色 哥伦布圆环 及中央公园南街 那第五大道以东呢 就称为59街 现在1点钟了 游客越来越多了 这是美国版的剪纸 我们中国的剪纸 是红颜色的 中央公园西面呢 称为中央公园西街 有游客正在这里 买纽约的地图 大家应该去过 哥伦布圆环吧 那里以南呢 就称第八大道 那中央公园呢 由后来的开拓布鲁克林区 展望公园的两位设计师呢 精心设计 所以看似天人的公园呢 其实都是经过精心的营造的 这也是卖装饰化的 澳大利贺本 上面写着不准拍照 每个三块 四个十块 不出所料 这些应该都是咱们 中国一屋制造的 这些装饰化五块钱一张 这里的现场画像是 十块钱一张 这个草地呢 因为里面的谷的树木比较多 所以都是禁止入类的 旁边都有围栏 这些冰箱贴 一块美元一个 中央公园里面呢 有很多个的人工服 这也是卖吃的 前面来两个美女 前面过来几个帅哥 那在中央公园里面呢 它有数个人工服 两个滑冰场 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 这前面有两位情侣正在拍婚纱照 还是华人 都讲中文 这是摄影师的助理 还拿着气球 中央公园里面呢 也有很多草坪 提供给各种体育爱好者使用 当然中央公园里面也有很多儿童的游乐场所 中央公园嘛 由于环境好 它也吸引到了很多候鸟前来 所以这里也是观鸟的很好的去处 中央公园里面 有长十公里的还原道路 这些环形的跑道呢 深受慢跑者 骑自行车者 以及滚足溜冰者的喜爱 中央公园游客特别多的时候 然后在夏季特别是在夏季的周末啊 有时候七点以后呢 里面就禁止汽车通行了 这里很多人好像是在做游戏 这头小贩们的春天也来了 因为游客逐渐增多了 前面这里我去年的视频也拍过 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多的游客了 在纽约 网上介绍啊 中央公园本来不属于纽约市城市规划的一部分 前面又有美女在拍照 那在1811年呢 中央公园呢 它确实不属于纽约市规划的一部分 很多人拍照啊 但是在1821年到1855年间呢 纽约市的人口增长了四倍 随着城市的扩展呢 很多人选择到一些比较开放的空间居住 这样呢 避开嘲杂以及混乱的生活 哇 今天很多人拍照呢 好像是韩国人 那在当时呢 有一位编辑 他也是一位诗人 他就表示呢 纽约市需要一个大型的公园 哇 今天好多人拍照啊 应该是结婚的 那在1844年呢 美国首位景观建筑师 唐琳 他就主张纽约市需要一个公园 那当时呢 很多有识知识呢 也支持这个决定 哇 今天这个人多呀 大家呢 都认为纽约需要一个可以露天驾驶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就像巴黎的布洛列森林 和伦敦的海德公园一样 那1853年呢 纽约州议会 把从59街到106街的七白蒙土地 就是2.8平方公里 化为新建公园的地点 这个喷泉里面还没有放水 所以中央公园呢 它就成了纽约麦哈顿岛上最大的公园了 走过来 这个人工府好漂亮 还有游客在划船 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在中央公园建造之前呢 原本呢 住在这里的呢 是一些居民 因为公园要修建 他们就必须要搬走 而住在这个中央公园前身的这些居民呢 他们都是非常贫穷的非洲裔美国人 德国或者是爱尔兰的移民 今天真是春朗花开呀 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多人花花了 中央公园之前的原住民呢 他们都住在这里面比较小的村庄 例如赛类卡村 这里有一位拉手风情的外国大爷 给钱的人不是很多呀 都是些零钱 好继续朝鲜走 那1857年呢 在公共用地的征收法规下呢 该土地便也收回 那最早住在中央公园前身的这些居民呢 比如赛尼加村的 以及其他的群落呢 则被拆除 以让出空间新建公园 这棵树上的花孤朵正带含苞玉放 旁边是野鸭子 那1860年以后呢 中央公园有了一位新的负责人 成为委员会的主席 这上面的花孤朵一半枯死 一半保存了下来 这位新的负责人呢 他继续在公园的北边 就是106街及110街 额外购买了65亩的土地 这里划船的价格是20块钱 加20块钱的押金 一共是40块钱 这有两位美女 大长腿 那接着说 1860年至1873年之间呢 中央公园的工程取得了极大的进展 这是餐馆 好 接着说 中央公园在建设中途呢 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但是呢 都迎刃而解了 那这期间呢 从纽约旁边的新泽西州呢 有超过14000立方米的表土 并运送过来 作为支撑树木 以及各种植物 那经过大家的努力呢 最后中央公园 终于在1873年正式完工 这是人力火山儿 不知道价格贵不贵 大家看一下价格 每分钟6块9毛9 这是中央公园里面的救护车 那时间呢 很快就到了20世纪初期 随着公园的完成呢 它很快就陷入了衰落了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 是坦木尼协会的 莫不关心 以及坦木尼协会呢 它当时是纽约 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机构 在20世纪初期啊 中央公园就面对着 各种新的问题 当时汽车已经发明了 并且变得越来越普及 哇 这棵樱花树好漂亮 虽然有一些枯掉了 有的花瓣在上个礼拜的寒风中 被冻死了 接着说 汽车的发明呢 带来了污染的问题 公众的心态已有变化 公园不再只是用作散步以及野餐 也要作为运动或者其他娱乐活动的地方 那中央公园委员会 于1870年以后呢 就解散了 一些创始人及负责人的离世呢 公园开始变得没有人负责 以及维修和保养 甚至没有人移走公园内已经枯死的树木 很多情侣来散步 这两位 在樱花树下好像是日本人 那边那群年轻人是中国人 哇 这一片都是樱花林 那在1870年以后的数十年呢 当局对于公园内的破坏行为 以及气质的垃圾问题等 都不加以理会了 那一直到1934年呢 共和党人当选纽约市长呢 这一切终于有了改变 这位新当选的纽约市长呢 当时联合了五个和公园有关的部门 对公园进行了整顿 他也顺道清理了纽约其他公园的垃圾 这棵樱花树比较茂盛 那在1930年代 这位新当选的纽约市长 他在中央公园重新种植了草坪 以及花卉 移去了枯萎的树木 把墙壁重新喷杀 以及维修桥梁等等等等 那公园呢 已被重新设计及建造 草坪规划的目的呢 就是打造一个田园景色 当时的纽约市长认为啊 这里应该作为消遣的用途 于是把两个计划结合在一起 公园呢 将拥有19个游乐场 12个球场 以及手球场 在当时的罗斯福新政中呢 纽约市长得到了一笔资金 并且获得了公众的捐款 使纽约市的中央公园 再次热闹了起来 那时间来到了1960年代 以及1980年代 1960年代标志中央公园的大时代 它反映着当时广泛的文化 以及政治的潮流 从1970年代起呢 中央公园就成为各种大小规模活动的 举办地点 包括政治集会 示威活动 庆祝活动 以及大型的音乐会 等等等等 看对面就是一个儿童的游乐场所 旁边一棵樱花树 那接着说 与此同时呢 纽约市正经历着经济 以及社会的危机 居民纷纷离开纽约市 移到了郊区 因为当时这个犯罪率啊 十分的高 而且公园面临着经费被削减 以及缺乏 具有管理经验的等等等等 后面的樱花树好美呀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点赞 关注转发订阅